西來然往的新寧市區 这间太子宫庙门前的灯笼 四个大字 中坛远率一目了然 可想而知 这是一间三太子庙吧 我们这些太子宜 不是我们一般经常看到的 这个三太子李洛车 我们这些太子宜 本身世共 他是由于我们当地 一个女儿 生人来生神的故事 什么中坛元帅信公不信李 颠覆一般人认知的民间传说 到底怎么回事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祭梅唱 老板生共 共老人生 他总共有娶三个母 二方所生一个孝心 因为在祭梅唱来的寇宝地 不幸来落水深蒙 后来我们祭梅唱 就开始传出一些 令义的事件 到买到祭梅唱的工人 在宿舍无名来祭梅 工人怎么会无故祭梅 现场情况简直吓坏了所有人 祭梅后后 他租床 自己是中大元帅 所有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廟后 这张穿的地方 他说会来保护着 我们这些祭梅唱所有的完工 在这里做工作 平安顺序 没事没事 原来是三太子大驾光临 但过了一阵子众人赫然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一阵新娘太子竞争的太子鸭说 因为粉油 滴过到新娘争 无意中来发现到 这个鸭子 他加盖到我们中大元帅的名字 在地方借赛 掛出到红火 原来芝麻厂里的三太子 竟然是溺壁男童假扮的 这该有多么严重 这种人当知道 太子鸭很老 在我脚垂 睡觉到太子鸭公 他跟太子鸭公说 默才鱼 也没有遭遇到地方 跟危害到地方这些人当 请太子鸭公 摸开一面 开温下距 心盈太子宫是当地的大庙 三太子神威显赫 眼见亡灵假冒他的身份 就算没有危害百姓 追个假三太子 总是犯了欺瞒之罪 这该如何处置 我交代仪宅 现在廟后 这张穿的手来收行 收行的旗舰 不可以恨心 不可以借舍 不可以降价 请不吝点赞